现在如果做出要一模一样的话 类似在Excel里面 要能够做出来像这样 底下做个图表好了 假设我们的需求是把它统计出来 并且做个图表 类似像下面这样 那你图表类型你可以选择 我想在圆形图啦 等等的这边都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立体的或平面的 其实这边都可以再去做一个选取 按确定也可以做一个变化 上面的话可以给一个标签 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地方做出来 第一个当然就是插入一个工作表 把回应的这个结果里面 我们刚刚已经统计出来了 那这个统计出来的 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整个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项目 第一体里面的资料把它Ctrl4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再怎么样 贴过来 那这个是第一题好了 假设我就多一个工作表 第一题 那特别之后贴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原来的资料 这个非常满意 这些项目是在左边 可是贴过去之后要在上面 那怎么办呢 你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 就选择性贴上 那么这边有个选择性贴上 那如果说我今天贴上要转个方向的话 应该各位也用过一个功能吧 转置有没有 转置之后的话你贴上 因为之前有同学 他不会用这个功能 这怎么样 涂法练钢 真的太辛苦了 慢慢搬 我真的蛮佩服的 因为他不会这个功能 我说很简单嘛 你复制贴上之后转置一下不就好了吗 那转置之后的话 他当然有个公式 可能公式里面会有错误 为什么 因为我们贴上去 参考的是原来的位置 所以他会有个警告 那新版我印象中 他会自己帮我修改 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关系 你在贴上的时候 顺便加一个 除了转置之外 我们还可以贴上原来的值就可以了 选择性贴上 那这边除了说你可以转置之外 贴上的时候只有值好了 我看确定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错误 因为贴上之后就没有公式了 他就是最后的结果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帮我们做统计 统计里面有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说底下有个百分比加合计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复制一下 这边底下自己再加一下好了 就是会需要这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的话实际上就是上面这边要的 所以你最后就把它贴到这边来就OK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百分比怎么计算刚刚有讲过 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他自己的人数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个总计 那总计因为等一下我会向右填满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直接锁F4 不过其实基本上你只要锁哪一个就好了 蓝还是列呢 因为等一下我要向右填满 所以如果你没有锁住蓝的话 蓝会增加 可是我要固定在这里 所以一般我们是直接按F4 不过严格讲起来 其实只要锁什么 锁蓝就好了 向右记得锁蓝 向下记得锁裂 这是一个概念 很多同学可能对这个概念都蛮薄弱的 所以很多时候 做不出来只好土法炼钢 慢慢来 但也做得出来 只是说你会发现 都在做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没办法提早下班 好忙哦 实际上说真的 很多真的没有 不太需要这么忙 但是就是因为